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甚至要找工作的时候有一些人是这样子做的 他先加入某一个行业的一个圈子 然后再询问这个行业的意见领袖 让意见领袖推荐来找到真正的人才 据说40%以上中高阶的人才都是透过圈子来找到的 因此如何要让自己更值钱呢 可以考虑进入某一个圈子 哪一些圈子呢 有三个圈子提供你做参考 第一个叫做同业圈 同一个行业里面我们要进入那个圈子 有一些人很喜欢在同事圈子里面打混 或者是在那边一直在经营 其实同事虽然重要 更重要就是同业 所以呢第一个请注意就是同业圈 第二个叫做发声圈 就是当我们进入一个圈子的时候 我们还要创造一种圈子就是我们能够把我们的内容可以输出 把我们的想法输出 让世界知道透过写作的方式 透过说话的方式 透过影片的方式 就是能够发声把这个声音发出去 把内容发出去让别人开始认识我们 所以这个叫做发声圈是第二个 第三个圈子是要建立你个人的粉丝圈 个人的影响力要扩大 也就是个人品牌的意思 今天就跟你分享到这个地方 我是游泳记 简单容易计较游泳器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